2017年的印度不是1962年的印度 印度有什麼不一樣 以軍事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 當然我們是世界和平的追求者 我們不主張任何的武力互幹 我贊成 對不對 可是萬一真打起來了 他們的軍事上面是各有所長 還是這個細菌力敵 好 應該這樣講 兩個都是核武大國 核子武器大國 那就是說 當然你說他們的核武數量 可能沒有辦法跟美國跟俄羅斯相比 但是以中國大陸擁有的核彈頭的數量 跟印度擁有核彈頭的數量 基本上來講 要讓對方好好喝上一壺 對不對 也絕對是做得到 這兩國絕對不能對幹 否則呢 核彈一發射完 世界人口會少三分之一 可能不止 那如果說以傳統軍力來看的話 其實這兩個國家對比 又非常有意思 當然你說從1962年到現在 然後大陸跟印度雙方 都有很長足的進步 真的是很長足的進步 當然如果說我們來做軍力對比的話 一開始我們一定會從數量來比一下 如果說以數量來相比 以戰機來說 中國大陸現在先進戰機來說 大概至少有500架 然後全國的各種的 連就是他們包括 比較老的殲-7 殲-8 加總起來的話 大概也有快1000架 那印度的話數量也不少 你看它有大概600多架的戰鬥機 這中間又很有意思 就是說以中國大陸 它所擁有的武器來講 它大部分來說 基本上來自俄羅斯的 那印度的這個武器 基本上來講 有俄羅斯來的 也有西方來的 都有 那相對來說 中國大陸的戰機 基本上來講 它的這個實力 比較整齊 就是說它 以數凱-27系列 跟後面那個授權生產的 殲-11 殲-11B 等等這些戰鬥機 那印度的話 哇 那我跟你講 那是武器大官員 武器聯合國 從這個包括像 跟法國買的幻象2000 然後跟俄羅斯買的 蘇三十 MKI 等等 哇 零零總總 一大堆 各個飛機都有 我想可能 印度的這些政要門 對不對 大概口袋裡面也都 然後這個 你知道這種事情就很有意思 另外 那當然以這個軍艦的 這個艦隊數量來看的話 也的確 那今天這個中國大陸的 這個數量來講 它可能在 各種的周邊的 像巡洋艦 那個驅逐艦 然後那個護衛艦等等 數量 還有前艦數量相當多 印度跟它來說 那個軍艦的數量上 其實也不等比例 但是畢竟 就是說如果今天一旦打上 我說假設一旦打上 中國大陸軍艦 可能要從什麼 海南島 繞過南海 繞過馬六甲 到印度家門口 路途遠了一點 路途遠了一點 印度我們就在家門口等你 對不對 我有地力之變 然後不過 而且近年來 其實印度他們 在整個軍事建設上面來講 有一些變化 過去 我們知道印度半島 不是一個尖尖的三角形嗎 所以一邊是朝向巴基斯坦 一邊是朝向 那個孟加拉跟那個 緬甸 所以過去朝向這邊的 孟加拉緬隊的 那個印度的東部艦隊 它基本上來說 實力比較弱 因為反正這兩個國家也肉咖 對於英國 對於印度也沒什麼 沒有什麼皮條 但西邊有巴基斯坦 也有阿博的這些國家們 所以印度的軍力 主要的軍力都擺在這邊 但是近年來 很微妙的 就是隨著印度 它本身也把一些老的軍艦 汰換了 換新的軍艦以後 你會發現 它的東部艦隊實力在加強 而且最近 那個印度 它還跟包括像越南 有很多的這種 軍事合作協定 比如說瑞新接收戰 等等 然後加上印度 他們現在有空 沒時間把軍艦派到 過了馬六甲 然後到南中國海 這邊來轉優轉優 你知道嗎 基本上來講 這其實對大陸來說 是很親門踏戶的行為 如果一帶一路要走得順 這個中印問題 絕對不能武力解決 否則的話 人家 整個的佈局 人家誰理你呢 所以這會影響到 一帶一路的佈局 你看看 這麼多條路要走 你在這邊 跟人家過不去的時候 我覺得會影響 你其他的大佈局 它在那邊很容易 就是說 以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最重要 還是它的海上石油生命線 它的海上石油生命線 其實在印度洋 你不管是東邊的印度洋 或西邊的印度洋 中國大陸在這邊 一路都很容易 就被印度從中間給咔嚓了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過來 對不對 你可以看 過了那個就是 這個就是印度洋 對不對 這是印度 對 然後所以甚至於現在印度 還跟美國也關係變得很好 跟美國買了這個 長城海上巡邏機等等 那在它所有現在整軍金武的這個情況 基本上來講 都是準備在家門口 能夠有能力打贏這仗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其實不只中國跟印度 在軍事經濟上競爭 其實還有資源的競爭對不對 對啊 其實大陸跟印度之間 他們雖然在軍事上互有所長 就是說 有些地方我比較厲害 有些地方可能印度比較厲害 但是有一點 基本上印度就完全處於一個挨打的地位 怎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這個雅魯杖布江 這水添上來對不對 流到哪裡 流到恆河去 但結果呢 中國大陸現在也很厲害 我也知道雅魯杖布江要往下流 那我就在這一路 沿路蓋很多個水壩 對不對 因為其實對水利工程來講 你水壩蓋起來以後 它又能夠除水 除水的話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另外也可以發電 所以你可以看 你沿著整個雅魯杖布江 這樣一路下來 中國大陸你看已經建了 一二三四四個水壩 建了那麼多個水壩 把水攔下來以後 等於說我在上油 蓋了四個大的水龍頭 水龍頭在我這裡 滴滴滴滴我給它鎖起來 那你下面就沒水了 所以這是什麼 雅魯杖布江 是這樣子流的 對 它其實是在 對 然後它是到那個 原本在青昌大高原的南原 對不對 然後往東流 然後往東流的時候 它切穿喜馬拉雅山 然後流進那個就是印度 而且它流進印度的部分 還是印度東邊 最重要的幾個 那個邦 然後再流入 這些都是印度的幾個邦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 那等於說你流進 印度的這個河流 等於說我水量就控制掉以後 對不對 那我甚至於就說 你今天你能夠對我這個 在那個政策上什麼的 予以支持的話 那我水就按照正常的 可以放給你 如果說你今天哪邊 把我惹毛了 那我就把水龍頭 擰緊一點 那你就底下 而且印度人又多 人多的話就相對來說 你對淡水的需求就更大 而雅魯帳布江這個水壩 這樣一路這樣攔下來 可以讓整個就是到那個 往下這個水 它可以少掉相當的多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甚至在中南半島 你看像中南半島的那個河 基本上也都是南北流向對不對 像湄公河等等 從那個雲南 貴州一帶流進 流過去的 所以它其實也不僅僅在這 連在那個包括我們講的 雲貴高原一帶的這些水 也都在蓋這個水壩 我告訴你 這就是它的有利的地方了 42條國際河流 什麼叫國際河流 就是那流水潺潺 不是只有在我家流 會流到你家的 所以會流進14國 那你新水壩就引起 鄰國的強烈不滿 對不對 對啊 就是水龍頭被擰緊了